徐秦佳 徐秦佳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试图坎坷 被迫辞官 如今又赖在老战人家里边 吃软饭 还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有时候心里 确实会有些不舒服吧 那你怎么不同阿娇说说呢 我已经给她惹了这么多事了 在这个时候 我不应该再打搅她 也不能再打搅她 可是你这样憋在心里 她也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 怎么说 我也是个男人 这点情绪还是可以消化的 更何况 大家不都忙吗 不用在意我 我可以的 我热情 好了 好了 好好 来了 都妈了 这拉 我承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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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好呀 阿湘 这两课都不要了 忙什么呢 翠儿来了 大嫂 没事没事 你忙你们的啊 给我爹熬的骨头汤 他腿受伤了 得给他补补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 关心关心你们家许相公啊 怎么了 你是游子归家满心欢喜 但他如今是和静玉 您可曾想过 我都给忘了 这一回家生了如此多的变故 我都忘了他在乡州的遭遇了 这两天还疏落胎来着 这得空啊 你就跟他好好聊聊 他现下是满心顾忌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呢 娘子啊 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怎么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啊 我跟你说 我小的时候 若是被人欺负了 心里不痛快 我便好好地吃他一顿 只要能吃饱喝足 我就会觉得 值日子又能过了 有红烧肉吃谁会不开心呢 你这几天 是不是因为辞官的事情心里烦闷 辞官我为什么要烦闷呢 好不容易能放一个长的假期 在家好好陪娘子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我还以为你天天不开心 在家里抹眼泪呢 总之你看得开就好 本来这件事情也没那么着急 大不了以后我养你啊 你去哪儿 这红烧肉 这肉这么贵 你又没什么事 我哥病还没好 我得给他吃去 不是 娘子啊 这红烧肉拿走 这就没什么惨了 小卓呀 阿牛哥 哥 你是伤到腰了吗 来来来 快坐快坐 这边 来来来 别提了 还不是老毛病没 一到今天下雨啊 这腰就疼得厉害 本来想着吧 让这个小花帮我按一按 这不按还好 这一按哪 我这差点就终身残废 永远颤不起来了 有那么严重吗 感觉怎么样 哥 舒服多了 阿娇 你这方法真管用啊 这个呀叫脚法 最是活血化淤散寒邪 这对你这风尸妖 最是管用了 这样啊 大姐 我看你啊 以后也别卖猪肉了 就做这样的买卖 生意绝对好 我觉得可以 来 您哪啊 来 您哪啊 这几天辣得吃多了 又上火了 你看我这脸上 长了这么大个活街子 这 赵梅婆不是还跟你说了个亲吗 你这可怎么见人啊 我这不正发愁呢吗 润肤 脚法 还有艾鳩 郑谷 这些都能做 这些不都是医馆才做的活吗 咱们镇子上人那么多 医馆又那么小 他们哪儿做得过来呀 再说了 我们就做些 舒筋活络的小事 并不复杂 说得也是啊 听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 我也觉得 等到时候 铺子若是开大了 咱们就开分店 开去上拥 香州 哪儿人多 咱们就去哪儿挣钱 对啊 咱们这个铺子若是开起来 得取个名字吧 越想亮越好 咱们现在已经有 胡家猪肉铺 那便叫 胡家人肉铺 娘娘 你记这名 我怕有人抱宽把你抓起来 那你得是几个 若这家店铺真开起来 一定是给那些 辛苦劳作的人休息的场所 来这家店铺的人 大多都是些 勤劳工作的老百姓 所以这店铺名啊 不能起得过于风雅 要接地气一点 不如就叫 松松房 如何 松松房 好名字 就是他了 对了 娘子 这家店铺做起来的成本得不少吧 你算过没有 我 没算过呢 那 那 那这么算起来 我 我要租铺子 还要请人 还要买器具 怎么这也要上百两印子吧 上百两 这么多 老爷 是这些不 不是 终究还是留不住你 老爷 这就是您说的先情古籍啊 是的 这些书 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了 有些 还是我爹的时候留下来 您正要把他当了 这能当几个钱 别碰 碰坏了把你卖的都赔不起 这玩意这么值钱吗 阿娇啊 这碰坏 对爹这腿管用吗 爹 碰坏是活血化瘀的 肯定管用 我女儿说啥我都信 您放心吧 我再帮您多做几次 过几天 您便能下床了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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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 爹 您哪儿来的银票 这是你爹的养老钱和棺材本 攒了半辈子了 最近呢 家里事也多一些 没省多少 你别闲想 先拿着用 爹 你别说胡话 这是你的养老钱 我怎么能收呢 行了 我什么都知道 书云跟我说了 你想做个小本生意 对吧 你又把你的积蓄又都给你割了 你爹我老了 这什么也帮不上 还总给你们拖后腿 我这心里呀 真的挺愧疚的 你要想让爹这心里好受些 你就 就把它拿着 爹 你娘走得早 这你从小 这你从小就是个让人省心的好孩子 我记着 记着你八岁的时候啊 长得才跟岸台那么高 你就踩着椅子 帮你哥哥去买肉 这个 这玲璃歪歪忙乎着 还数着你哥 先你哥笨 再大一下啊 这别家的女孩都开始擦脂抹粉 穿新衣服 穿漂亮衣服 而你呢 还洗澡贪黑地 为家里的生意忙活 这么些年了 这么些年 你从没叫过一声哭 也没喊过一声泪 爹我嘴上不说 打我心里 爹这心里都记着呢 爹 听电话啊 你呀 你就拿着用 你说你跟清家的日子过好了 爹才能安心呢 对吧 爹 这银票 就算你入股的钱 以后我一定都替你挣回来 就听你的 您兄妹俩呀 都是 都是生气的好孩子 这以后 爹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是吧 嗯 掌柜的 你看看这些 值多少钱 这晚上值什么钱 你轻点啊 这些都是先秦古籍 珠子百家你知道吧 孔孟之道 您总该读过吧 这些都是先辈大师留给我们最保护的 行了行了行了 打住 三两银子卖不卖 三十两 三两 二十九两 三两 二十八两 就三两 卖不卖 长久 阿嬌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了 咱们有本钱了 爹爹给咱们的 爹爹 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这是我爹养老的钱 所以松松房必须得开 这钱咱们也必须得挣 不然就辜负我爹的这一番心意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有钱了真好 咱们终于可以做一番事业了 你拿的是什么呀 我在集市上买了些茶叶回来 行 那这事得赶紧筹办 我待会儿去收拾一下 然后带着辣妹去看铺子 快去吧 嗯 有声慢点啊 好 这屏风就放这儿 放这儿正中间就行 小心点 好 那边床搬过来 小心 小心 阿娇 那个 这边 我能做点什么呀 你过来点 这边 来 慢点 小心一点 对了 哥哥嫂嫂去肉铺了 爹的腿伤刚好 还需要人照顾 要不你回去照顾照顾他 也行 慢点 慢点 这个床得稍微往里再挪一挪 往里点 好好好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可以了 拉梅 快去把褥子拿过来 来 夫人 我这儿就去 嗯 慢点啊 慢点 来 太老爷 这个字是夫人上写的 没啥问题吧 哈哈 老夫 我虽然不懂做生意的门道 可是这两符子放在门口 是不是逐利之义 过于冥想了 我本来也嫌这逐利之义太盛 但转念一想啊 咱这做买卖 图的不就是个例子吗 如此 方能显得我胡家家风淳朴 做事光明磊落 让往来的客人 都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们就是要捏着他们的肉 赚着他们的钱 正所谓啊 君子坦荡荡 岳父 当年这胡鸡肉铺 毁在您的手上 真是不愿 爹 相公 你们来了 快进去看看 娘子 好好好 岳父大人请 走 爹 这边是南宾区 这对面的便是女宾区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边的长椅 这将是未来的排位等候区 这一间制作储备备街 这一间制作储备街 还有这边这一间 将是我们的贵宾接待区 不错 不错 有样 牛上 夫人 好 那我们现在出去迎接客人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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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2 2 3 4 4 5 5 5 冬家 今儿也没人来 是不是 可以回去了 再等等 再等等 哎 来客人了 开张了开张了 来客人 迎客 迎客啊 翠儿 翠儿啊 怎么今天也没客人吗 何止是没客人了 这都开业三天了 一个人都没有 都这么晚了 应该是不会有客人了 关门回家吧 哎 哎 淑云 哎 快坐下吃啊 好 来 永叔和拉梅呢 哦 我看他俩累得够呛 就先让他们回去休息了 阿娇 阿娇 亲家 要是松松坊生意不好 干脆就回来卖猪肉吧 是啊 本来就是隔行如隔山 你这还是没人干过的事情 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要不 把松松坊改一改 变成 咱们胡家肉铺的分店 两家离得远 也不碍事的 关键是 哥和嫂子是想帮着你们一把 爹 您说呢 我 我 我说你啊 就是饿了 好吃 这做生意啊哪有一帆风顺的 啊 当年你娘开猪肉店的时候 那也是困难重重受人打压 那肉啊都放臭了都无人问津 那切肉的刀 都能当苍蝇派食了 都切不到肉上 岳父所言极实 我虽然没做过生意 可是我认为这做生意啊 跟科举考试是一样的 嗯 普天之下的学子 能够一举重地的 没有几个 所以 我相信阿娇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让他坚持下去 一定会成功的 一定会的 爹相信你 行了 知道你们在担心我 我没事 没问题 我好着呢 真的 吃饭啊 快快快 吃饭了 都饿坏了 快吃快吃 来来来来 相公 你睡着了吗 怎么了娘子 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个风雅法 为什么就没有人来啊 我觉得 大家明明都有这个需求啊 以我们读书人之间 就是 缺少了点风雅味 风雅味 对 就是风雅 来来来来 你起来 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个风雅法 娘子 要谈风雅 你可真是问对人了 我许清家读了半辈子书 别的不懂 就懂风雅 依我看啊 这整个店面的装潢 都得重新设计 青砖绿瓦红漆 门俩是招牌 招牌必须得向金边 还有啊 这屋内的东南角 也要放一盆海棠 西北角要置一株玉山湖 这床榻得换成黄山木的 再敬一名清官人 点一盘西域的熏香 父亲坍场 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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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清家 来 你告诉我 你这些花样都是从哪儿看见的 或者 你就是去过 我没去过也没有看到过呀 这些都是书上写的 什么书 紫月 紫月 你信不信我替紫来教训你啊 给我说实话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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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画本上看到的 叫 一言万句 听着不是什么正经书名 那你的阅历都是我帮你收着的 你哪来的闲去买书啊 永寿借给我的 永寿 你拿来我看看 被大哥借走了啊 你胡扯 我哥哪有那胆子呀 早被我嫂子打死了 是 是替岳父大人借的 温大郎卖饼走四方 大官人 大官人 气脑 等我姨娘 奇数 真爱奇数 阿 阿卓 你别这么盯着我 你这样看 看得我心里发毛 你要是实在想知道书里的内容 我 我 我可以背给你听 背给我听 你背 睡了